北京时间1月10日凌晨1点半 罗马将在主场迎战尤文 这是第21轮的比赛 在1比3惨败给AC米兰之后 罗马需要抢分反弹 一旦输给尤文 罗马争辞的希望就非常渺茫了 在本场焦点大战之前 牧帅迎来了一个好消息 罗马已经非常接近 牵下奈尔斯和奥利维拉 这两位新援都是中场 其中一个防守 一个进攻 对罗马的中场实力会有一定的提升 其中奈尔斯效力于阿森纳 能够在这家英超豪门立足 奈尔斯的实力自然不弱 这也是牧帅看重他的原因之一 至于奥利维拉 他更是葡萄牙裹脚 上赛季在欧冠淘汰赛 正是靠他在家时的任意球直接破门 最终绝杀了尤文 帮助波尔图以客场进球的优势 淘汰对手晋级 目前罗马正在和时间赛跑 其中奈尔斯已经被拍到抵达罗马 相关体检工作正在进行 一甲的官网 甚至已经将奈尔斯写成了罗马球员 而罗马和波尔图 关于奥利维拉的谈判也非常顺利 正常情况下 他也赶得及对阵尤文的比赛 由于佩莱格里尼刚刚重伤归来 还不能踢太多比赛 奥利维拉的到来将会缓解 罗马中场进攻的问题 这位葡萄牙裹脚 有很强的得分能力 上赛季47场进20球 他的到来极有可能竞争主力位置 至少牧帅暂时不用担心中场了 不得不说 为了争刺 牧帅绝对是拼了 在去年下窗 用了上亿欧元买人之后 东窗在补墙两名新元 足以证明罗马对牧帅的支持 这无疑会给牧帅带来压力 现在罗马排名一假第七 他们的情况看起来不太好 好在本赛季还剩下18轮比赛 罗马未必没有机会 不过坦白讲 罗马的实力 确实和尤文AC米兰等对手有差距 指望牧帅一个赛季就完成重建 确实太过苛刻了 要是本赛季罗马真的无缘前四 希望俱乐部和球迷能继续支持牧帅 只要给他足够的时间 牧帅能把罗马带回他们应有的高度